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说也吸引了大运河沿岸的好多城市 暴民组队参加这个团体赛 好 我们接着一边摆一边给大家介绍比赛吧 双方一飞上对左冲炮开局 这个陈岸华是代表武汉队参赛 他是一个比较资深的老选手 在八九十年代他曾多次代表武汉队参赛 因为当时武汉作为复省级的城市 他也组队参赛了 当时陈岸华下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铁丝材支撑 大家往往看这名字就能想到 他可能是一般是武汉地带的人 叫什么汉 叫什么华 正好汉就代表武汉 然后接下来洪方走马二进三 黑方先走的足迹击一 对 黑方是足迹击一 他先走的足迹击一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儿各走两招棋嘛 对 然后洪方走聚一平二 洪方聚一平二 对 任刚呢 是来自这个马八进棋 来自这个北京的选手 对 任刚他是 很早的这个就是拿过北京市威凯赛冠军的一个棋手 张老师他是 嗯 嗯 好像也是这个北京比赛经常是北京市的冠军 等于赛冠军啊 对 也是 他是那个也是在原来民事办的那个起班的这个学生吧 啊 任刚呢 这个我也曾经呢 指导过他有两年多的时间嘛 哦 这个就是当时呢 任刚和王天一 还有这个十四拳等啊 对 我听 这个在我们北京队的少年队 嗯 我们每礼拜大概指导他们五六个小时 嗯 然后寒手价呢 时间会更多一些 那么任刚的这个岁数呢 比王天一稍微大一点 对 这个现在呢 也是从事这个教学工作 嗯 他的 奇艺风格呢 是柔中带刚 他是这么一个风格 嗯 当然王天一的奇呢 大家知道他就比较凶 风芳碧露 所以说你看 对 同样的学习环境吧 嗯 应该说这个 由于自己的个性呢 造就了不同的这个奇艺风格 嗯 任刚 曾经获得威凯威全国冠军 他的水平呢 对 有准大师水平 是 现在也经常在网上呢 进行这个 呃 向奇直播的讲解 嗯 也是为推动这个 这个奇的这个 发展普及啊 做出了自己的一些贡献 嗯 接下来黑方走 居九平八 九平八 那么这个老将对小将 应该说陈奥华呢 资历呢 比较老 他选的这个布局呢 是想稳住求胜 啊 飞向局嘛 就有一种啊 跟对方较量功力 这个打这种 阵地战的 这种 基本的这个思路 但是 从这个布局的格调上来看呢 红方这个 对这个布局的掌握呢 还不是很熟练 因为这个足迹一啊 这种手法 确实比较新 对 可能我们这个老骑手呢 可能 对他没有很重视 原来可能更早的 就是 两个兵都不停 就是黑方 什么二进一 就是这个 那个是 对 那个是五六炮平马 对 五六炮 对 这个呢 是等于是 黑方呢 强行走 五七炮的阵型 对 来对红方阵型呢 有一种呢 直接的反击 黑方走炮二平三 直接就炮二平三 对 这个骑炮二平三的 这个思路呢 就是把红马逼出去 因为你马不跳的话 他足三级直接攻嘛 对 所以把马逼出去后 黑方再走马 来威胁红方的中兵 这一路变化呢 实际上流行呢 大概也就这么 十来年的光景 那这个陈幻华呢 这个作为这个九年代 比较经常这个 出战全国赛的选手呢 可能对这个变化呢 不是那么熟悉 可能平时也没有加以呢 认真的这个研究 那从这盘对局来看 他可能是 没有料到黑方 有这种走法 嗯 这个骑的特点啊 就是说的双方啊 这个 对支性比较强 需要这个 这个构思呢 比较明确 到底这个骑红方 要怎么去巩固阵型 来发展牵手 对 这时候红方 好像走法也挺多的 对 但是从目前来看呢 红方走十四进五 是最多的 对 十四进五 这儿呢 可以把自己的阵型呢 走得比较巩固 如果你马六进五登兵 他可以走 泡尔平 这个去年 这个碧桂圆碑啊 这个洪志和 寻川就走了这么一盘 寻川直红起 就是这个棋呢 黑方走炮灯退一 对 红方再 冰九进一 冰九进一 对 红方走马二进三 红方走鞠九进三吧 对 鞠九进三 他想要走了一个 他走了一个马五推六 结果让红方这个战线 就比较危险了 这个棋呢 但是这些也是一个对峙的一个局面 对 就是说 当然这个里边又有变化 也是可以下 对 这个总的来说呢 红方走十四进五呢 自己的毛病呢 更少一点 实战当中呢 红方选择的是十六进五 这个呢 看似相似 但是阵型呢 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别 对 黑方仍然是走马六进五 直取中足 红方走 帕尔平一 但是这时候可能应该走帕尔平一 这招其实正招 是 这个呢 就是说 我们这些老一代的选手啊 就是说 比较资深的选手啊 像陈昂华他们这种水平啊 中局很有实力 对 他这个 也是南征北战嘛 经常参加一些这个 业余高手的这个比赛 那么这次比赛呢 是以这个四人为团体 为报名单位 对 要求呢 是大运河沿岸的这个城市 在扬州呢 大家呢 这个组织 进行这个厮杀 那么经过这个 两天的激烈的争夺呢 北京代表队呢 还是获得了这个冠军 当然北京队派出的选手 也实力比较强 对 有时龚小民大师 金院大师 三位大师 一个人刚 对 人刚的水平 也有准大师水平 其他的杭州队 也是派出了四位大师 但是他们几位小将呢 发挥的呢 不是特别好 还有包括这个南京啊 还有这个山东啊 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 一共有26家 26个这个代表队呢 参加了本次比赛的这个争夺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对局吧 就说如果这么走的话 黑方再走马二进一 马二进一 也有这么下的 对 我记得洪志呢 作为后手呢 他比较喜欢那么走 是 洪方可能是冰九进一 然后黑方拘一进一这样子 他也是拘一进一 对 但是这个势呢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 对 这个势可能黑方就直接 马二进一拘一进一了 就是黑方这个子呢 拘九进三 他在 对 在拘一平四 洪方马二进三 黑方在退马 对 那这个棋就是 可能他觉得 没有更深入的研究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对窝居 不是特别理想 可能就是觉得 是不是损失了一部棋呢 对 是不是从棋里面讲 所以说做这个 作为这种棋呢 它是 因为这个棋啊 等于黑方呢 是采取了一个主动进攻的方案 对 实际黑方呢 也愿意红方走马三进五 是 实际当中呢 红方就对掉这个马了 这儿红方啊 主要进攻啊 没有特别合适的点了 对 黑方这个右翼子力 尽管稍微有点滞后 但是它可以顺利地呢 调整出来 对 红方你看这个 这个像还可以 那可能G9屏流量出来了 那么由于这个 16进五跟向三进五的组合呢 这个棋 红方就不好开展先手 对 红方实战走的 炮二进四 对 张老师 这个棋它就是 这个马三进五 它本来 它是想炮二平一队的话 不是马回去了吗 但是它这个 这个马三进五交换以后 这个狙炮又被牵制住了 所以说是不是 就像您说的这个 它不举上 它还是 还是有所这个欠缺 有所忽略了这个走法 就这个棋呢 就是说 每个棋都有一个特点 对 目前这个棋 虽然黑方呢 动作呢 大子出动都慢 但是它这个阵型呢 先取了一个中足 并且主要是 红方啊 没有进击的 好的手段 对 所以这儿的棋呢 黑方这个多足呢 就显得比较有力了 红方实战是炮二进四 我们来看实战 黑方顺势不向 黑方不向 红方也不肯去登兵 因为登兵呢 觉得被黑方先手拐马 红方还要再退 黑方将来 必要的时候会炮五退一 所以红方就先出局了 那么黑方走马二进四 马二进四 你说这个炮八平九 对炮八平九 那不行 那G平二亮出来 那这个G也没有很好调整 对啊 这棋如果红方兵七级 强行准备马八进六的话 黑方呢 炮三进二打吗 你看这棋黑方怎么走 对 它可以走炮五平二 黑方呢 如果走足三级 那马八进六 马八进六 红方就先手 如果走炮三进二 红方马八进六 它将来有平炮打 或者炮八进四 如果你打这个兵兵 红方炮八进四 这样呢 暂时呢 黑方还不好动 不好去发力 是 你注尽不行 它炮五平五就要将你 所以这个棋 红方如果拱七兵的话 黑方呢 有这么一个巧招 炮五平二打G 红方如果再平 黑方有一个 既然你这个炮平的 一定要拖这个炮 对 这些挺巧的 不让你 这个强行不让你 这个巨马动 这儿呢 就是说红方呢 这个左翼啊 受牵 光过一个兵呢 也没什么大用 你走冰击平六 将来黑方足三级一 然后他将来 还有G平三这些先手 所以说这个争夺下去呢 红方感觉还是如意吃亏 对 所以红方呢 但是红方也意识到 这个棋啊 不好去发展 这个不好调整 尤其这个八路马 没有位置 对 所以红方呢 权宜之下 他选择了一个 回马 回马这个棋 就走得有些委屈了 是 那么黑方就炮五平八 炮五平九 顺势打变兵 红方这个时候 就走地炮八平九 想把这个八路均的 亮出来 对 黑方就马四进六 这个棋呢 就是由于红方啊 开始这个计划呢 不明 就是走到这个阵型呢 红方自己呢 这个摆得不太轻 所以给黑方了十足的 这个反击的机会 黑方现在已经多出两个族了 所以说局面呢 应该说非常有力 红方走到这儿也比较着急 他就想赶快去 进行这个一些反击 能够抢回一些先手 但没料到呢 这个棋案 他越是 这么走呢 越是推波住来 但是走到这儿呢 除了进居以外 红方似乎也没有更好的手段 但是红方最现实的 可能对应的绝尔瓶 绝尔瓶赶紧脱根 对 如果你换我就吃 这个棋呢 就是说红方呢 还能够维持现状 是 如果你躲炮 我有可能炮瓶去强行打兵 将来马七进六进八呀 反正就得这么下了 那怎么这击炮的问题 还没解决 他就捉对方的炮 那黑方恰好呢 这会儿又有一个炮瓶进三 顺手牵扬 对 他走得很实惠 对 人刚呢 这个应该说 这个攻守兼备 他的这个棋艺风格呢 还是比较老练的 是 这个作为这个 长期呢 活跃在这个棋坛的 这个中年选手 快到中年力量 因为他比这个纯粹的 或者说准确说是青年选手 对 他天一呢 今年是三十周岁了 他呢 这个二十九 他又比王天一大两岁 所以说呢 这个应该说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 毕竟这个下了二十多年起了 你别看他岁数不大 是 王天一是六岁学的起 他也六岁学的起 对 人刚他在读北大这个期间 也是担任北大这相机队的队长 然后担任过一段 然后还是讲解过这个北大相机课的那个老 担任的助理老师 这个加强对相机文化的这个了解 对 有一个学期呢 我也专门去给他们讲了一个学期 对 然后他也是担任这个课程的这个助教 对 这个地方呢 黑方抛弹进三就比较实惠 红方 当时也走了一个抛而进一 如果对方抛进三 就是多三个组 那少得太多了 黑方又抛弹进一 那这红方也没有方向感 他所以他又走抛而退三 他想要有一些战术手段来对黑方进行骚扰吧 那黑方呢 这个地方也不躲了 因为你居平他躲开红方 也有炮得进四这些手段 黑方比较果断 他就马六进五 把这个马呢盘出来了 这个人刚呢 确实呢 这个旗呢下得比较清零 对 也不怕对方这个交换 因为红方这个旗呢 最主要是构思不太明确 他走炮瓶酒交换 黑方去八进九 红方炮就进五打僵 黑方退向 这个旗呢 就是双方呢 换了一个局以后呢 就形成了一个对攻的局面 那么到底这个对攻局面 到底是谁能够更取得优势呢 我们稍后呢 将为大家呢 做详细的讲解 各位观众 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 继续欣赏呢 这个对局 走到这儿呢 应该说 黑方现在是多族 对 红方呢 这个旗呢 也面临对方要下底炮 因为黑方这个底炮下来 厌厌厌 所以红方先初帅 先把这个老帅 先走出来 对 黑方也是炮就先三 这个旗 张老师这旗还是红方 这个 黑方的子都很活 应该说对攻中 应该是黑方占有明显的优势 对 黑方下底炮 对 这是一个攻势 只能降 只能 上降 那么仁刚呢 他也不做其他的这个走法 对 他走得很迟在 他就是说的 想控制住这个局面 因为现在黑方呢 是已经多了三个族 对 他也不怕对居 是 他可以在机攻当中呢 或者走得平稳一点 只要把这局面控制住就可以 红方呢 这个旗呢 为了阻止黑方这个G8平4 如果你G8平6 对方顺势知识 你这个区域呢 也没有好位置 对 如果你要G6退1呢 对方将来有G8平2 对 G8平2还是杀旗 这个G平过来太厉害了 所以红方呢 就强行飞向 希望呢 通过这个飞向呢 能够延缓一下黑方的 进攻的速度 对 好 黑方也挺实惠 他就直接就足迹进一吃掉 对 黑方看到红方呢 这个旗也没什么手段 对 那G8平6 他也还是捕手势 他这个三路炮位置还挺好 守住自己这个三向 红方这个子力也上不来 所以他索性马七进五跳出来 飞向的思路呢 就是想 赶快跳这个马 将来能有机会呢 这个多次能进行参战 对 然后黑方也是直接就 就进行冲下来 然后红方马五进四 他想要赶紧把马跳出来 就是这个旗呢 到了这个 这个决战啊 最关键的时候了 对 就是双方 这个旗 势必形成一个 终局的 决战的状态 看看谁呢 能够截图线灯 黑方居九平六一江 红方也知道电炮 这个旗 实在当中呢 黑方是走得炮三平六 对 人刚这个思路呢 应该说也比较科学 他走得比较简单 他红方呢 逼着你马蹬回来 黑方再上马 做旗 实际上这个旗啊 我当时看是 黑方可以走炮九腿一江 这样你觉得那他 他如果 帅六退一 帅六退一的话 那么黑方可以 炮三圈打马 这个旗呢 是比较严厉 那马四进二跳进来 对 他也得只能跳进来 我们大家呢 就针对这个变化呢 就是这种组合的时候啊 对 往往这个闷弓呢 成为了最重要的 这个威胁 直接就炮三 对 以较江我就上降 以江我就电炮 因为我吃这个 这个炮啊 不仅是炮 是一个连杀 对 就一江 然后沉底炮就闷弓了 对 所以说这个旗 红方呢 肯定是无法抗的 你还得去送炮 那黑方实在 以后还炮酒瓶去摆码 还可以赶走 对 所以说这个旗 黑方这个炮酒瓶一江呢 红方要是下降的话 黑 下降就有一些强硬的手段 对 有推炮的手段 那么红方如果知识 但它十五斤四 黑方就可以下足 这个足呢 就可以靠近 当然这个旗啊 嗯 就是子力呢 比较 我再马四斤要跳进来 那女的黑的怎么 能先补一手势吧 怎么守最好呢 不是可以啊 就补一手势 补一手势 你举八平散 对 这有行业诛 但是这个旗呢 黑方可以不理 因为黑方可以马五斤六 直接去 这个叫杀 对 这个旗就说 对攻啊 红方怎么都没齐 看来就是黑方这个四个 五个大子 五个子力的这个攻势 还是挺厉害 因为将来黑方马灯炮 是双江沙 你金匠呢 这个底炮 底相还蹬着呢 对 只有这个炮还可以撕炮 而红方呢 简单地说呢 你沙江挂脚 人就上降 你也将不死对方 就没有后续手段 对 所以说这个走法呢 就比较严厉 可能对于黑方呢 而言呢 会迅速呢 取得这个胜利 对 这还是挺精彩的 一个走法 对 尤其是炮尾腿一 这个江 一般的想法 肯定是 先一江呢 先看对方的表态 对 黑方就可以呢 比较顺利地达到攻势 他实际上是走得炮三平六 对 他这个走法比较稳 他是希望你马四对三 那红方也指了马四对三 因为 他炮了进去 你一压江 再炮尾腿一江 最起码我会 白吃你的炮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他 仁刚呢 是 意思是 逼迫陈汉华呢 把这马 回撤 然后他这个时候 再走马五三 马五三三 他让红方呢 没有反击之力 正 对 所谓呢 采用的是叫做 不战而去运之力 是 他就是通过 手段的运用呢 不给对方呢 更多的 反击的机会 对 不给你这种 握草马 对 因为红方 你看马上不去 他随时将你 对 你知识 我就打掉你 或者我将 我还能吃你的炮 对 所以说你没有攻势了 这个棋 你就没有办法了 等于这马 现在是防守了 对 现在黑方也 就是说 红方也没有好骑走 对 他飞向 捉马 这个棋 黑方就走得比较简单 他就把炮换掉了 他炮就推先将了 然后你 对 将军 下降 他就把炮登掉了 对 实际上 这个地方呢 黑方呢 还有一些 凶狠的杀手 我们大家看啊 我们顺便呢 就这个棋呢 给大家讲讲 这个怎么作杀 对 炮六平四一将 因为你不能打局 打局 马三进四是个 马好好杀 红方只能炮 六平五 黑方可以再炮自己 平五 这个棋 红方不能进降 进降 也是有闷弓的 还有马三进四 马四进二也是这件杀 对 红方只能再平炮 这个棋呢 等于黑方利用 这个炮的僵啊 等于先手 把炮做到中间了 对 然后再去等 红方只能支 黑方再去四进二 刷一僵 然后只能 红方只能进降 然后这个地方 黑方走的 接下来 居四级 这是非常凶 凶快的一招 这是个杀棋 这招棋 大家看啊 先点 点住这个 雷道 红方 这个老帅上不来的 炮就进行这么一僵 你事也支不起来 所以这个 空心空头炮的 这个天气炮 这个我们小时候啊 我们这个老师啊 就是俗语告诉我 这叫骷髅贝 就是说上下都是被红方 被对方的这个攻击 对 它是北京话 叫骷髅贝 这我也不知道 这几个字是怎么写 就是说的 这个意思呢 就是中心和底线 都被攻击 势补不起来 对 只能俱发平二方 那黑方再收跑 那他还得 俱二退 俱二退 俱回来 所以说你看这个 红方就是 一点办法没有 对 那么黑方这个时候呢 可以炮一退 就这个骑红方就没得走 对 红方这个反正 只也动不了 这个马也 但是不 对 下部骑黑方呢 就是有上降的骑 假如轮到黑 黑地走 你在僵我 就是再上三楼 你还得 因为你僵 为什么要先退一炮呢 退炮一僵 你登不着这个炮 你再退回来的时候呢 你看他 这么一僵 然后再出降 形成一个绝杀 就这个骑呢 可以把红方呢 就是逼得没有办法 对 这正好是一个 这个中炮的一个杀骑 对 所以说这个 杀招当中呢 这个人刚呢 他可能当时临场呢 也没有想这么深远 对 他觉得这个骑呢 我就控制住你就好了 他觉得这么走法 也是能赢的 对 所以他就是这么 所以呢 大家看啊 这个平炮一僵 一僵再僵 然后再等 就走路过门 让自己的六路炮 变成中炮 对 这个就非常的精彩了 对 但是他实战呢 也是无可厚非啊 他比较简单 他进马一登 红方只能十五斤六 所以这种狙双炮啊 特别是四个大子啊 这个连宫啊 确实有很多呢 值得回味的 这个耐人寻味的地方 对 双军马炮兵啊 这个组合 这一块 真是还要好好地学习 这个棋呢 他平居 一抓马也可以 他比较实惠 对 他马三退一回去 可以放在居心二 又一桌 一桌 这个等于 红方这个马呢 确实 不太好走 对 他的意思呢 就是把你逼出去 然后 他是个炮六瓶八 以后 炮六瓶八 对这样子 你就没有去拔平二过来 底下有机 他一将基本是连杀啊 对 或者说他有抽居的手段 这是标准的二组家具炮啊 对 所以红方呢 这样子 他就只能 他对回来捉了一手 嗯 仍然这步棋呢 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借鉴啊 嗯 就是走其他他也赢了 但是他这么一走呢 就把这个马捉死了 对 你要是马一退三 他就 这个炮可以躲开 嗯 你这马 就只能回到这儿来了 那他将来一尘炮 嗯 还是叫杀啊 这个马也基本上就丢了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黑方走炮了平九呢 也可以说锁定胜局了 这个马就丢不掉了 嗯 保不住了 他只能够平中居 从中路进来反杀 他就把这个吹掉 对 他吃一僵 然后他补了一手势 补势 红方 金帅 红方有一个最后的反击 对 黑方 炮僵 直势 他为了借这个率力嘛 对 黑方一僵 再上 举九平六 他先把泪站住 对 就是这个地方 黑方也不能太着急 因为红方 这个利用率力呢 还有一点反攻 他这些偷杀的手段 对 然后九平六 是一个杀棋 黑方炮九平六 这炮九平六很重要 这个也是一个手段 就是我们看这个队局的时候呢 尽管现在胜负已分 但是这些手段呢 大家也一定要记住 因为有的局面呢 还是用得上的 这炮九平六 就是最重要的一部系统 因为你一将 鞠六平四抠将呢 它主要是保住这个底线 对 这儿黑方就可以确保胜局 你一将要退回来 它也可以把炮退回来 它可以防守 对 所以它就落了个势 黑方再炮九天 这是杀棋 那只能 因为你落实炮六进一将子 鞠退一将 鞠一将 然后鞠再吃相 等于还是要形成那个双鞠 鞠双炮的一个杀棋 就说这个棋呢 走到这儿 鞠双就没有办法了 对 最后两部棋是走 它走了个十五进四 然后一将 它是炮六平八 它就将了一阵 炮江一阵 那么最后还是走到 对 这个 典型的这个二路家具炮 对 那这盘对局呢 最终是仁刚呢 获得了胜利 这个陈浩华呢 这个主要是开局呢 不利 主要这个方向呢 没有捣好 是 那当然在 在这个扬州啊 这个进行这个大运河碑呢 也是给这个沿岸的很多城市呢 这些像其的选手呢 创造了一个机会 其实我们这个大运河呢 这个次比赛啊 是这个一带一路大运河碑 那么由于我们这件事这个 这个字幕这个需求呢 我们没有把这个打上去 那么现在呢 丝绸之路 对 一带一路 就丝绸之路嘛 还有这个 我们那个 典型之路 其实扬州自古以来 这个象棋在扬州就是 就是很 发展的很好 但原来我们很早听说的是 周德玉老师 扬州那个七省七王 是吧 对 周德玉 当年呢 这个是大名鼎鼎 就是这个 在扬州的人士 还有他的父亲 扬州三间客 对对 然后还有徐天翁老师 也是扬州 徐天翁老师是泰州人 但是最早 泰州和扬州呢 是在一起的 所以说这个扬州呢 对于象棋传统文化来讲呢 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地域 对 那好 那今天的时间呢 也差不多了 感谢大家的这个收看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为大家呢 讲解到这里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